我们现场的这些向上演员们 他们平时都是搞笑比较习惯了 但是他们心中啊 也有一颗演证剧的梦 让他们上台上来跟赵老师一块 互相交流交流好不好 来 请上我们的六位演员 来来来 哎呀 一个比一个帅 好 我们欢迎我们的六位向上演员 欢迎 接下来要考察一下 你们能不能演证剧了 也要向赵亮老师来学习一下 我们这儿给你们设计几句台词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 好 你来了 我来了 别走 我就不该来 挺简单的几句台词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要求 希望你们以这几句台词 演出不同的情境 当然赵老师也会给您一个小小要求 您要猜一猜他们演的是一个什么情境 来琢磨一下啊 好吧 我们这个先从小方这组开始 好吧 你来了 来了 别走 我就不该来 别走 哦 哦 哦 张老师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我真没猜出来 啊 这个情节很简单 啊啊 就街头啊 街街头安号 哦 哦 我们俩刚刚一接上头 赵老师您给他们说说去 因为说是演戏要比舞台上的要求更加真实 你一出来就让人发现你不对 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 可能我们要接个头 嗯 你不能让旁边的人发现这是重要任务 哎 哦 你再试一遍我说的 你不要让我们在这儿发现你们两个跟别人有一样的东西 哎 你试试接头 找找感觉 来了 来了 怎么乐了呢 这 他这一时给我萌到了 来 我 我们俩试试啊 开始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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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走 我就不该来 你看 哦 哎 还有一个 你为什么要说一句 我就不该来 想过没有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我想是因为附近有危险的街头暴露了 所以说 你的声音也不能让旁边听见 哦 叫啥呢 站住 我就不该来 哦 这高级了 太多特别自然地就走啊 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听到这样的讲解都是受益匪浅啊 接下来的演员要有压力了啊 陈兴权 侯正鹏演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怎么样 你来了 我来了 别走 我就不该来 你来了 我来了 别走 我就不该来 我的天哪 这这有难度了这个啊 是不是他们家养了只鹦鹉 正在那儿学舌 学说话 他觉得学得不好 他生气走了 哦 还不是 他是一个演员 我是一个导演 演员说这个才词我都准备好了 让导演看看 我还看这准备的不怎么样 对 试戏 试戏 这试的是什么演员啊 这是 就是神道一点的演员 是啊 我给你来来 来来来 来 台词反正这几句 好 好 来了 开始啊 好 你来了 我来了 别走 我就不该来 卡 我真就不该来 这准备的是什么呀 对吧 你这准备的是什么呀 对对对 这个人物有跳进跳出 这会让大家明白你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有正常的交流 对 好 谢谢赵亮老师 谢谢 周培言了啊 还是这几句台词看看你们演员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你来了 我来了 哎呀 别走啊 哎呀 我就不该来 这还挺明显的 我这么理解啊 这位等的恋人 不是他 他以为是他 结果来的是 他 照片跟本人不一样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哇 哇 哇 稍微一调整 你们都是非常好的影视演员 因为什么呢 因为说学逗唱这些东西 包括演员的第一堂课 模仿等等一系列 这方面他们都是专家 也谢谢赵亮老师啊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堂表演课 你说他